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187页 上一次谈的是第27页 常修殊胜范形 今天我们进入第28页 国无不善愿 我们先将经文 读诵一遍 我作佛时 国中无不善灵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同一心 助于定据 永离热闹 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 犹如漏尽比丘 若其想念 贪记生者 不取正觉 这一段经文 里共有四愿 从28到31愿 那第28呢 是国无不善愿 我们在阿弥陀经里 看到 祈佛国土 尚无恶道之名 所以是跟这一愿 完全相应 没有恶道的因 就没有恶道的果 那都没有不善 那当然就没有 三愿道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不但没有恶趣 恶趣的名字 都听不着 所以称为极乐世界 李秉仁老师 有一篇教诲 叫《两个世界的味道》 一个就是指极乐世界 我们一起学习48愿 就慢慢去感觉 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它的美好 到什么程度 了解的越深 越想去 叫《心求极乐》 很欢喜 什么时候想去 那这个要问自己 现在就想不想去 可能下一个那个 去了就死了 老上讲经的时候 说现在办一个 活期 保证往生了 七年之后就往生了 看有没有人敢报 世间你也放不下的 你就不敢报了 所以老和尚有讲了 他年轻的时候 日子蛮辛苦的 一天吃一餐 为什么呢 没钱 所以一天只能吃一餐 老阿商说很好 那时候 以苦为师 因为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年轻 定力还不够 极乐世界 菩萨们 所终 藏出无尽之宝 极乐世界的 菩萨们福报都很大 那么有福报 都能出那么多宝物 老阿商说 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多福报 那我肯定立不住了 所以假如说 现在我们 宏护正法 日子苦一点 极乐世界的菩萨 也不把宝物分给我 不能这么想 要想说 我的定力还不够 所以这佛菩萨 还不敢给我 给我 我是堕落了 老阿商说 后来 有道心 尤其 深入经葬之后 这一生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对世间无所求 那你福报再多 他不染足 所以我们这个 心求极乐 欢喜 求生净土 这个愿坚定了没有 好 我们现在是很欢喜 求生净土 还是很欢喜 看抖音 刷屏 这个世间还有东西 可以吸引我们 我们说一心求生净土 那是嘴巴讲讲的 而且是自己骗自己 骗自己 进一步还会骗别人 哇 讲得慷慨激扬 亲戚朋友一看 他讲的跟做的 怎么差这么多 搞得人家没信心 所以老和尚这一句 我只有一个愿望 求生西方净土 其他别无所求 所以祖师提醒我们 叔婆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此爱所迁 神多爱乎 神多爱乎 怎么可以再增加贪爱 对人 对事 对一切物 还喜欢收集古董 我看不妙了 那古董寺里面都是蟑螂 昆虫比较多 那古董放不下 就投身到 昆虫里面去了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修行人警觉性要很高 不可以跟自己无量级来 稀有难逢的姻缘 开玩笑 掉以亲心 情子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所以跟一切人 不能结情缘 要结法缘 这个人对你很好 你高兴得不得了 人家对你好 你得还 在那里很高兴 你就慢慢欠情债了 钱债好还 情债可不好还 原具原善的 不能贪着 但是毕竟有缘 结法缘 不结情缘 面对境界 脑子要清楚 更不能结恶缘 恶缘就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了 随缘消就业 被人家骂 被人家打 不起惩恨心 这个业就报了 而且呢 他骂我们 毁谤我们 帮我们消前世三恶道的 业 我们中了三恶道的因 他帮我们消 这金刚经告诉我们的真相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图诵此经 金刚经是大陈经 若为人清见 被人家清漫了 侮辱了 践踏了 那他不去侮辱别人 怎么侮辱我啊 还是有前因嘛 看破世间 都没有离开因果 两个字 所以看破放下 首先要看 看得破 因果法则啊 身性因果 心呢 就不容易 愤愤不平 所以身性因果 是良药 治心病 我们现在心上 还有一想到哪个人 想到哪个事 心就会有点揪起来了 有点闷闷的 那个就还没有身性因果 真的懂了 逆来顺受了 甚至产生感恩心了 就像这个金刚经教导的 他为什么清见我们呢 先是罪业 因剁恶道 我们过去生 在轮回当中也造了不少恶业 主行主在提醒我们 若恶业有体相 我们过去生 造的恶业假如有体积的话 虚空法界都装不了 那因为有这些恶缘来清建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帮我们消过去 三恶道的恶因 那当得 安乐多罗三秒三不体 我们这一生可以成佛 所以这些逆境恶缘 是帮我们消业障的 我们当然要感恩他们 那些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那些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大家看金刚经这一段 法药好不好用 用了治不治心病 无法管用 所以结法缘 不结情缘 不结恶缘 所以这一两年 常常跟大家读四句记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清卷勇团聚 法界逍遥勇 这个 净土为归 是归宿 波落为导 波落 波落像眼睛一样 让我们知道修行的方向 有没有偏差 所以无量寿经里面 观法如画 这个就是般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不要当真 你就着相了 有个同修 认识我很多年 给我发来几个问题 他说我这几个问题 在我心中好久了 你看 修行就是要不举一项 怎么心里 想那么多年 都没有关照到 要放下 所以佛法呢 是要放下执着 放下着相 可不能换对象 我们修行 还没修以前 对感情很执着 情指很重 要找一个对象 学了佛了 这个情指转移了 找一个老师 结果还是用情指 在起作用 所以这个不是换对象 老师这句话很重要 我听到同修 我梦了好几次 跟我一讲 讲老半天 那些时间拿来念佛 多好 都在着相 那个同修说 很多年前见到我 我看了他一眼 他就很害怕 害怕了好几年 现在非得我给他一个答案 那几年前呢 我都不知道 他说 见到他了 什么表情了 我怎么可能记得呢 你说人不是很执着吗 那个会影响你往生吗 往生与佛 我这信愿之有 该乖老实念佛了 你看他这么在意 我假如再给他一句 他不是 我又没有用法给他的 他不就又生烦恼了 所以我送他一句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老阿上讲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是禅 如如不动是定 老阿上说任何一个法门 都是修禅定 禅定是枢纽 一定才能生慧 智慧是我们的目标 因戒得定 因定开慧 戒 老师的教诲都是戒 我们不说别的 老阿上露我们所三个条件 是不是戒 老阿上说的 我们要看的东西 要老师同意才能看 我们现在东看西看 而且一看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心就随着你看的这个短视频转 哪有定 今天工作很累了 看一些温馨的影片 看那心里挺舒服的 你假如看那个情爱的 越看你的感情越来越强 佛菩萨有真感情啊 世间的人他的我还没有放下 他怎么可能念念替你想 那不是强求吗 强人所难 你看另一半没有替你想了 就可以让你难过三天 你是学大神佛法的 你要替他想 干嘛他替你想呢 这个念头就是求 就是贪求 不是他让我苦的 是我贪求的心 诸苦皆从安育其 好 所以修行的路上 观心为要 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力 修念头 我们看不取一项 就是不能着相 在哪里念不能着相 你是几年前的梦了 你还一直在那里纠结 那不是很着相吗 脑子里一直绕 去年的事情 那都是着相 着相就生烦恼了 包含 包含眼前 比方说你跟人家谈话 你看他那个讲话的表情 我很不喜欢 你就着相了 人家讲的东西 人家讲的东西很重要 人家讲的东西很重要 很有道理 你根本就不听 这是不是着相 不要着他的表情 不要着他的声调 专注 人家讲的有道理就要听 一开始 跟人沟通 这个人我看了顺眼不顺眼 你看都是很着相 爱真心特别强 都要在这个境界里面 不要着相 如如不动 就是不要动心 不要动情绪 不然你在哪里念禅定 何处是道场 处处是道场 好 所以祖师提醒我们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了 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想求生净土 但是要检查检查 还有没有人事物 会让我们放不下 那个就是修行的重点 你放得下 你才去得了 不然就被他拽下来了 我们学 这个 四十八愿 对极乐世界越了解 你知道往生的利益有多大 你恨不得今天就去了 接坐阿维悦至菩萨 你看我们现在想帮别人 自己烦恼都扶不住 尼菩萨过疆了 往生的 阿弥陀佛一加持 多有能力 你真的立重的心是真的 你会很想往生极的世界 才真的帮得了人 那厌离娑婆 我们不能留恋娑婆 轮回路险 一不小心就容易堕落了 我们看这个五卓二世 这业力甚大 越来越严重了 我记得小的时候 老人家走都怎么走 睡着了 半夜走了 无疾而终 现在大部分都在医院中 你看这个 着二世间中了二婴 现在二国都提前了 有个糖尿病 没有调理好了 要 这个节肢 你看 这种 这种苦 一般是说你到三恶道去瘦了 你看现在人间也瘦了 造的恶速度太快了 这恶果都陷了 所以十法界依正庄严 我们现在虽然是在人法界 人中地狱 人中畜生 人中恶鬼道 一个病苦受的折磨 那是不是像人中地狱 五恶五痛五烧 酒后转聚 越来越严重 如等转相教界 如佛经法 无德犯也 互相劝勉 别造恶 强健时努力修缮 往后这几年几十年 患得个无量寿 太直了 我念得很欢喜 你们表情怎么这么凝重 你们还停留在我刚刚呢 太苦了 还要聚脚 是吗 不然我现在已经在念这一段 快乐无几 永拔生死之本 无负苦恼之患 受千万劫 自在谁 受命自在 好 所以燕离娑婆 李秉仁老师往生前几天说 这个世界乱 唯一一条深入念佛求生净土 自己要放得下 但是还有在世间一天 解法缘 多带一些人 回极了世界 这老儿上对我们的 劝勉 尤其家里人 过去生缘也是很深 才能成为一家人 所以 共解法缘 共同生极乐国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亲眷永团聚 法界逍遥也 好 我也曾经跟大家比喻 这极乐世界就像黄金一样 娑婆世界就像粪便一样 好 诸位忍者 你现在手伸起来 你要拿黄金 还是拿大便 你拿大便 凑了一身 所以你现在还留恋 说破 留恋事件 铁定身烦恼 让你搞得心烦意乱 所以不要去抓大便 要去拿黄金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佛 念佛 过灭善生 身意柔软 所有疾苦莫不羞耻 所以安乐不是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安乐 现在能老实念佛 依教奉行 就能安乐了 好 所以老实念佛 阿弥陀佛前二十五大菩萨 随护其人 魔不能干扰 最近假如 有被什么众生干扰 念佛还不够 好好念 好 所以 恶趣的名字都听不到 所以称为极乐世界 从这些地方 我们能体会到一些 那从二十八院至三十八院 说明西方世界 众生之源 显示 极乐世界的众生 无量功德 自在受用 极乐世界这个环境太好 首先 无不善明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了 我们 接着这十一院 去感受一下 极乐世界的殊胜 我们就更愿意 早点去 成就极乐名号 所含着真实义 这个世界叫极乐 为什么 极乐 它实际的状况是怎样 我们可以随着经文 我们可以随着经文去体会 下文是第二十九院 祝正定 祝正定 祝愿 所有众生 生我 国者 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心 在哪里 展现在他的愿里面 所有众生 所以这里没有差别 无量无边的世界 九法界众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皆是平等的成就 哪怕这个众生 就要度地狱了 他只要肯念阿弥陀佛 他就往生 圆正三不退了 甚至于他现在的地狱 刚好遇到地狱的缘 有人念佛 唤醒他过去生的善根 他也跟着念 也能从地狱往生 对着平等的成就 好 这是极乐世界 第一功德 帮助九法界众生 平等成佛 接着呢 接同一心 助于定据 什么是定据 佛在经上 把一切众生 常用分类的方法 来解释 分类的我们好理解 所谓四圣六凡 这个是分类的方法 所以有十法界 四圣就是佛 佛 佛萨 生文圆绝 六凡 天 人 修罗 地狱恶鬼畜生 这个是六凡 二层 三层 这个都是属于 分类的方法 分类的方法 好 这个人王经 把菩萨分为无人 这个都是举例 佛陀常用分类的方法 那这个菩萨 这个人王经的无人 他是指 十住 十行 十回相 一般叫三贤地 这个属于 福人 所以无人是 第一是福人 指三贤地 再来是信人 是出地到三地 这个是信人 还有顺人 顺人是四地到六地 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 叫无声忍 无声法忍 这个是七地到九地 还有一个叫极灭忍 那个是最高的 十地到成佛 所以这个是 无人 把菩萨的境界 分成无人 这个忍着认可 肯定 你看无声忍 肯定 不生不灭的真相 像我们都是在生灭当中 起起伏伏 横生很多烦恼 好 好 我们 看老上讲了 华言 将菩萨 分为五十一个阶位 这个也是分类的方法 那佛在经上 也有将一切众生 从修行成果上 分为三类 一是镇定据 一是协定据 一是不定据 好 刚刚有发问题来了 有同修问了 那我还要对别人好吗 可能他问的是 我们刚刚说不要结情缘 要结法缘 这是否会给人家增加债务 好 你对人家好 不要给人家要债 他就没有债务了 你的付出都是求回报的 那你可能给人家增加债务 甚至于 你在给的时候 就给人家压力 我送你东西了 以后你看着办 那是不是在给的时候 你对人家好 第一从我们不求回报 三轮体空 这个很练功夫的 内不见起 外不见人 中不见所思之物 你在对人好 在布施的时候 就是修菩萨道 好 那你也要考虑到 我对对方好 他会不会产生安卓 所以你要卑制双运 你对他很好 他情侍越来越重了 那你不是跟他结法缘 你变成跟他结情缘 所以佛门为什么 慈悲还要加智慧 理智 去应对跟你有缘的人 这个 立事 恋情 锻炼 因为有时候 他过去生跟你有缘 你可能会有一种冲动 要去跟他讲话 跟他认识 是吧 过去生有缘 但是 你现在就过去 跟他讲话 会不会造成他的误会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你看 你这个 就没有用理智观察观察 我这么做 会不会造成对方的误会 你看 是很 理智 很安定 在应对 因缘 这个我有一点点经验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现在可以这么说了 以前三十多岁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这个有听众说 你现在也很年轻 比方说我在补习班 女同学非常多 我们也会有一点敏感度 这个女同学 可能过去生跟我们比较有缘 所以我就要考虑了 跟他讲话的时机 不要造成他的误会 结果 我都不跟他讲话 也不去认识他 突然有一天 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呢 因为我们在补习班是要报考 示范学院 可是台湾十几个示范学院 在屏东 高雄 台南 彰化 好多所 结果你看 那个有缘 你早晚都要碰到的 你闪不过去的 刚好我报台南 结果到了考场 时间还比较充容 我就出来走走 远远看到那个女同学出现 真的长得很漂亮 旁边站了他男朋友 我说跟他讲话的时机出现了 是吧 你看人家男朋友在 我去跟他讲话 你看 很有 这个 这个用什么词号 一时想不到什么词号 很光明正大吧 是吧 没有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 你看他男朋友在 我跟他讲话了 我说同学啊 你是哪一个考场啊 关心别人吗 那他男朋友也不会不高兴啊 他说我是哪一个考场 跟我同一个考场 我带你去 他就不用找了 接一个善缘了 好 带他到考场了 坐我后面了 好 后来 考完试了 我到补习班去看成绩 看完 突然有一个同学 叫我了 我回头一看 是他 他也考上了 我问他哪一个班 跟我同班同学 后来呢 一进教室坐我旁边 一年 你看那过去生有缘 就确实是有缘 可是问题是你要跟人家互动的过程 你也要防止众生起心动念 你不要让他误会了 动了不好的方向去 就好 所以佛门讲 卑智双运 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是比较成功的历史 失败的更多 所以我常常说一句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我们没有恶意 结果反而让对方误会 怎么讲那么多例子 这个都是亲身体验过的 我曾经遇过一个女性 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 因为她的颜面 有点受伤 我一突然看到她 我就提醒自己 不要让对方感觉 你好像有点异样的眼光看她 所以我展现了灿烂的笑容 第一次见面跟她打个招 结果后来她居然说我是她男朋友 哇你看我这个总结总结 还是别笑得太灿烂 微微笑就好了 但是我们的心没有恶意 甚至替对方想 但是也有可能造成后面的情况 所以这个卑智双运 还是很重要 哇我这么一回答问题 突然发了好长的问题上来 今天不是回答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收集起来 假如在课程当中 这个可以顺着我们论的理 回答的话 我也会带出来回答 好 不然我们就找时间在安排 这个回答问题 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 您只要把你的问题相关字眼 关键字眼 打出来 打上净空老法师 一定会老和尚相相关 佛学问答 所以不要依赖 依赖也是执着 老和尚相相关 老和尚回答 很招逼啊 马上就能 心开意见 不一定要等到我们 有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了 这个是 从修行成果上 分类成三种 这也把九法界的众生 包括净 什么是镇定 镇定 就是他修学的 如理 如法 如理是理论 如法是方法 方法 必定正果 决定有成就 就是镇定句 如理如法 那代表 理跟修行的事 理事要圆融 不能指理废的事 不能直视 为了理 都不能出现执着 修行佛法是要放下执着 我们不能再听经 听一句 执着一句 举个例子 绝明妙行菩萨说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使 虚如法身活 这个教会好不好 很好 指导我们 恢复真心 法身活 法身就是真心 法身大师 那明心见性 一句佛号 真的可以念到 明心见性 海贤楼上就表演给我们看 那我们 听到了这个道理 少说一句话 结果不说话了 该沟通的时候 也不说了 造成家里 这个人怎么现在 啥话都不说了 也都不沟通了 家里人都在猜 你到底是啥状况了 那就指理 背着试了 你可能 人际关系上 会产生困扰 家里人不理解你 觉得你 学迷了 他们可能就要救你出来 然后你又觉得 他们在障碍你 那就更麻烦 我们要了解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活 我们人 喜欢讲话都是什么 心狠浮躁 不甘寂寞 心静不下来 就想找人 喝咖啡 聊是非 忍不住 你的心 每一天就在言语当中 起起伏伏 贪嗔吃慢 都在那里起作用 我跟你讲 你看 讲这种话 念头都起啥念头 所以 少说话 多念佛 打得念头死 这些分别 执手 贪嗔吃慢 都把它打掉了 我们的真心才能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要修 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心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聊闲话的时候 当然要好好念佛 可是你现在该沟通的时候 不沟通 那也不是真心 真心在该沟通的时候 会对对方想 不要造成对方的误会 不理解 你要及时沟通 那是慈悲 清净心是真心 慈悲心也是真心 那现在我们为了求清净 结果执着了 直理费了事了 该沟通也不沟通 那就产生执着点 老婆上说 一有一切都有 你有清净心了 那其他四个心都有 你一个没有 其他都没有 五星就是在诠释我们的真心 好 所以这个 理事要圆融 那你直视费了理 对方 现在 腊月初一 到腊月初五 功德增加十万倍 我每一天一定要念一万神 你就着在这个四项 念一万 念得心烦意乱 直的事费了理 念佛是要深深唤醒自己的 你越练心越急躁 越在那里敢进度 敢成绩 直的事费了理 不得受用 我们很容易 执着四项 所以老婆上说 做早晚课 早上骗佛不赛一次 晚上骗佛不赛一次 那个是着在四项上 早上是提醒 晚上是反省 都没有离开 都没有离开修这一颗心 所以我们念佛 要像大四智菩萨一样 敬念相继 中国主师常讲老实念佛 老实的标准就是敬念相继 什么是敬 敬是清静的 你有怀疑就不静 有疑心 有夹杂就不静 念佛 我能往生吗 这叫怀疑 念的时候 好多昨天的事 早上的事都浮起来 这都是夹杂 所以必须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相继是不间断 所以这一句佛号 果然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才是镇定句 这九个字就是 绝名妙行菩萨的教导 我们今天可能得他老人家加持 我们举个例子 都是他教的 刚刚说的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也是 绝名妙行菩萨 教导 那夏年菩萨老菩萨又引了这一段 很有味道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念一句 试一句 多说一句 废一句 我们又说闲话了 时间精力浪费过去 不止浪费了 我们一说闲话 阿赖耶士又种了这些轮回的种子 而且还要承受造口业的果报 那不是很愿望吗 不如拿来念佛 那个功德力很大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所以我们念佛人 能止住口业 成佛一半 而且容易得精进心 所以夏年菩萨老菩萨说 三年不说话 保证开悟 所以止语 心比较容易能静下来 所以到道场里面 还有带子 止语 静语 大家互相提醒 这七天止语 精进念佛 你有那个因缘 掌握住 精进三个月念佛 你还有那个因缘福报 事情安排得开 快用功 你不要听我这一段话执着 你安排 家里人 不是很接受 你告诉你 丈夫 陈德法师说的 一定要去三个月的 你把我都出卖下去了 不行 到时候造成你家庭纠纷 我就阿弥陀佛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这样最好 真的 强势的人 就会拿着别人 讲过的话去压对方 所以 关照自己的心态 不能强势 所以我都有时候跟同学说 你手下留墙 让我跟你们家里的缘 保持好一点 手下留墙 不然你当爸爸妈妈的 陈德法师说什么 你看那个孩子本来跟我缘 不错的 你每一次都拿我压他 压到最后 他都不愿意来见我 所以我请他们手下留墙 就是这样 所以修行人 敏锐注意要很高 多念一句 试一句 多说一句 废一句 自己要感受到 念佛跟讲闲话的 自己的受用的差别有多大 你感受深刻 你就不愿意去讲闲话 爱对不起自己的生命了 再来 你还去感受一下 对别人的影响 你看我们 分秒必真念佛 你的亲戚朋友 他是修行的 修学的人 他看了会感动 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自己没有精进修行 然后常常说 你太懈怠了 你要多念佛 都把时间花在 去讲别人 那亲戚朋友 听你一讲 人家心里想 你也不是很精进 还说我 所以我们现在呢 急着别人 赶快精进 赶快成就 就是没把重点 拉回来自己身上 修身为本 正己才能化人 知所先后 我们这个策略要对 你要先成就自己 你才好护念别人 这九个字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能这么去用功 这个是镇定句 因为你决定成就 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而且不是一定成就 而已 很快就能成就 这九个字真下功夫去 你看 净土圣贤路 脑上有特言 别去观察 一帮 真性切愿 差不多三年 就往生了 感应造交 他世间刚好也没有 法源 要赶快往生 更好的能够回来 利益有缘的众生 好 那品位高下 就看你念佛的功夫 你真正能断多少烦恼 但是决定了 逐烦恼 决定往生 我们能辅助烦恼 那这个也算功夫成片 那就一定是有往生的把握 其实这个都是看自己 愿不愿意下功夫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一个人起心动念 一个念头接着一个 念头都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第二个念头 决定辅助烦恼 所以往生 凡胜同居土 决定可靠 没有怀疑 功夫深一点的人 来见识烦恼 断了 这个是示意兴不乱 就深了 方便有余土 功夫 再深一等的人 能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就是念到起心动念 也放下来 这个就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就深了十报庄严土 所以西方世界 所以西方世界 仕途 三倍九平 要看你功夫的浅身 这是镇定句 决定正果 所以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这个都跟镇定相应 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只要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学 都能得到结果 但是任何一个法门 原则都是专 你看我们古人 也知道 教之道 会专 教 学 都要专 专精 而不能夹杂 夹杂就错 这个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专注就容易定 用个比喻 就好像挖井 你一口井 一直往下挖 总有一天 水出来了 他很专注挖一口井 假如 挖没几天 又找另外一个地方 又挖 挖了三五了 都挖不深了 挖不到水了 那真是华言经上所说 一及一切 一切 及一 一个法门 就是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 就是一个法门 我们念这句 阿弥陀佛 这一个法门 就是无量法门 六字 统设万法 一门 即是五门 我们举例子 大家对金刚经都熟悉 金刚经教我们什么 云和阴柱 云和降伏其心 是吧 你看大成经 那这个念佛法门 有没有包含 金刚经在里面 大家想一想 我的心要住在哪 云和阴珠 你住在前上 你就变成 守财母了 你住在情上 那就鸳鸯蝴蝶梦了 是吧 对啊 你要因无所住 不简单 所以你看这个法门 善巧 云和阴柱 南无阿弥陀 你住在佛号上 云和降伏其心 你只要住在佛号上 你的忘恋就 越来越少了 慢慢忘念不起的 因为念佛功夫 越来越高了 所以你看金刚经 你怎么落实的 念佛法就落实了 十三页道经 我们比较熟 直到我们怎么修行 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不善见杂 四极能令诸恶永断 善法圆满 常得亲近诸佛 佛菩萨 极于圣伸 我们念到后面经文 像不像王 很像王 怎么修 作业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不容豪分不善见杂 好不好做 你看念佛法门 你只要念 二六时钟 老实念佛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把它提起来 你就把十三页道经落实 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没有让不善见杂 所以这个应门 即是谱门 一个法门 就是无量法门 如果你参禅 参话头 或者观心 这一个法门 也是无量法门 决定是圆融寒色的 好 所以说大臣佛法 圆融无碍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因为他得到 清静心 你任何一个法门 修行 最重要是 殊土同归 都是要恢复真心 恢复清静心 一切行门 以静心为要 我们所有的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恢复清静心 清静心中 一念不深 所有法门 都放下 心里 若起一个分别心 无论修学 哪一个法门 都掌握不到 都抓不到 所以最忌讳的 是妄想分别执着 所有的法门 目标就是 恢复清静心 怎么恢复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可是我们 都在法门当中 起分别 在境界当中 起分别 那就很难修进去了 我们 一遇到境界 就产生 好坏 分别了 然后就生烦恼 好 好也生烦恼 很高兴 大家有没有高兴到心 平复不下来 那个也是烦恼 你很高兴的不得了 到时候姻缘一变 你一定痛苦的不得了 净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我们去观照自己的心念 就是在人事 静缘当中 包含物质环境当中 我们起了分别心 比方 你换一个环境 本来吃的 挺不错的 一换 到哪里参加五天的活动 结果一看 今天怎么没有坚果 我每天都要吃坚果的 你看 你起分别了 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 举了不少次 六祖惠能大师 见五祖的 这个过程 我们听了不少遍 有没有受用 师父领进门 修行告个人 这个故事老上讲了好多遍 你看首先要学到什么 气概 五祖问 你来做什么 我来求做佛 我这一生一定要成佛 我不搞轮回了 这个气概要出来 你看老和尚说 六祖大师说 弟子心中藏身智慧 这一句话我们一反观 我心中藏身什么 为什么差这么多 你看这个故事里面每一句话 你要懂得去品味 就感觉到差距在哪 老和尚说 为什么常生智慧 依教奉行 我们不生智慧 就是没有依教奉行 再讲的深入一点 没有一句真干 一句真干一定起作用 保证烦恼轻 好我们讲到这里 哪一句呢 是吧 好那我们就举一句吧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是老和尚常常讲的 请问大家 这一句真干 会不会智慧长 一定的 念念为人着想 我贪我撑我吃我慢就少 就能藏身智慧 所以我们修行的路上 没有人给我们发考卷 断考 期末考 没有 自己要自己检查 自己的状况 勘验自己的功夫 好 这个老和尚还讲到了 这个五组安排六组去做什么事 去聪明 去砍财 聪明砍财能不能修行 他在这个境界里修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力 这叫会修 我们现在 我很喜欢这个环境 我很喜欢 这个地方 你会修吗 这个 我们 这个 也有遇过同修 年纪轻轻的 来到团体 我是来学讲经的 你学东西 一个人要 顾念你 一个老师要指导你 你要听他的话 你不能心里都是想 我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他怎么教你 他带不了你 所以我们这种 分别心在境界当中 很容易起来 你看我们现在在半班 半学 有学生来了 很高兴 改天姻缘变了 学生走了 很沮丧 我们在境界里 都在起起伏伏 高兴也是烦恼 失望也是烦恼 不会修了 静来不去 静去不留 这个才能修 亲近心 要用第一念 说实在的 我们 的心 随着顺境 逆境 在那里起起伏伏 我们能把学生教好 我们要有心地功夫 我们才护得了 学生的心地 那么着急去带学生 干什么 太攀援了 攀求了 我们一有 攀求了 就忽略了 自己的心地功夫了 急着要去 利益大众 急着要去 搞一个什么中心出来 都忽略了最根本 修身为本 提升自己 所以李秉来老师 写了四个字 好人 好事 爱好要做什么 你看老和尚 他出家都是 人家两个月找他九次 可是老和尚很用功 用功到晚上学习 忘了时间 天亮了才发现 天亮了 提升得快 佛菩萨就安排 他老人家出家的姻缘 自修为主 提升自己太重要了 度重要随缘 不要去攀援 像我就 太攀援 我们这种性格 太热情 一想到什么 人家讲有什么缘 就很激动 都不会衡量自己的能力 所以这个 我在海口的时候 就有同仁跟我说了 这都21年前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 他说老师 你怎么像一只母鸡 到处生蛋 但是都不孵蛋 生蛋不孵蛋 不负责任 是吧 对啊 所以为什么要修身齐家 齐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无知 你到处讲课了 自己孩子都没教好 你后面流避就出来了 一直在讲学 自己的团体都带不好 那你怎么取信于大众 所以这个之所先后啊 还是很重要 择敬到你 这个接下来讲第二种 协定句 抱歉 这一段还没讲 你看一激动 定力不够 所以这个功夫还很差 华言经上 佛把众生的病根 说出来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所谓正德 就是指亲近心 所以你要想真正正德 一定要正定句 把心定在一门上 定在一个法上 就正确 不管哪一宗 哪一派 不管你学什么样的经论 只要把心定在一门 决定成就 那自己啊 我记得我初学佛啊 听这个老儿子 太上感应篇 一有空就听了 坐车 坐在火车上 都在听 开车都在听 专注在 一部经 一直深入 就会很有受用 也感觉 正念特别容易提起来 你今天碰碰这个 明天碰碰那个 你真的遇到境界的时候 这些教科也不容易提得起来 人自己感受到了 他就会愿意钻 不想再砸 其实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不是自己领悟到 人家要说服我们都不容易 所以这一个原理 通一切宗派 通一切法门 所以决定 不能怀疑 这个印门深入 长期熏修 这个也都跟 这个镇定句相应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